深夜22点,周琦摊牌回应召集为 郭爱伦处境不妙,扬名或下定狠心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CBA联赛 聊聊在CBA总决赛正在进行之际 那么很多辽宁男男球迷所关心的关于周琦关于郭爱伦的话题 而可以说这一次伴随着周琦在深夜的正式摊牌回应 也是让辽宁男男在后续有了更多机会 同时也让郭爱伦有些处境不妙 那么扬名可能会在后续下定狠心 而如果你看到本条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辽宁男男 更多喜欢辽宁队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一聊CBA联赛 聊一聊辽宁男男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目前CBA的总决赛 依然在进行当中 而经过两轮比拼以后 辽宁男男目前球队是形势一边大好 因为在前两场比赛里 辽宁队都是击败了浙江队 完成了一个双杀 那么这样的比赛形势就让辽宁男男 在本赛季的未免可以说 基本上已经盖棺定论 后续这三这四的比赛 都是在辽宁男男主场进行 可以说本赛季辽宁队极有希望 4比0直接横扫浙江队完成一个最终的王朝崛起 那么一旦能够完成两连贯的话 确实能够振奋整个辽宁男男 让球队在后续实力得以延续 但与此同时 其实在本赛季这样一个总决赛 季务赛当中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辽宁男男还是存在着很大问题 对吧 那么球队如果说想去延续整体的实力 想要在下赛季依然富有冲击实力 那么本赛季凸显出来的问题 还是要得以解决 而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很多球迷也都是希望辽宁男男 能够做出重大引员 能够去弥补球队内线人员的这样一个空缺 本赛季我们看到 虽然说韩德军和李小旭在场上个人实力爆发 那么也是承担起了老将责任 但是这些队员 他们依然值得球迷去担心 因为这些球员年龄也是比较大 那么他们在本赛季能够打出好的表现 下个赛季状态如何 可能要打上非常大的问号 所以很多球迷在这样的时间 依然是想起了周琦 因为周琦目前无球可打 而且此前在拳议会当中 也是帮助过辽宁队立下汉马功劳 和辽宁男男整体的关系非常融洽 那么很多球迷此前也是呼吁 周琦能够加盟辽宁队 而就在这一次辽宁男男 总决赛G2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周琦也是关注辽宁男男 也是去谈到了这场比赛 并且在评论区和赵季伟去互动 表示呢自己也是非常想念赵季伟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互动 也就证明目前呢周琦 他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去九球可打 另外一个方面 他还是在时时刻刻 关注着自己的老同家 对吧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给到了辽宁男男 能够在后续去紧援周琦的机会 而且目前来看我们看到 那么辽宁男男方面 其实球队的核心后卫 郭艾伦在本赛季的旧赛 也是一直 由于伤病 最近没有登场比赛 但是没有他在的话 辽宁男男依然能够去拿下胜利 这也就给了辽宁队去操作的空间 对吧 一旦说阳明能够去下定狠心 那么辽宁男男给出郭艾伦作为筹码 这可是非常大的一个诱惑 那么最后我们也是等待着 今年休赛期看一看各自球队 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响应 咱们也是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之间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提醒一件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